大家好,我明年从周建山州立大学毕业。毕业以后,我打算回去中国教英文,可是我不知道可以住在哪里。 我很喜欢北京,山海,深圳。我是一个大城市男孩子。我在女爷出生,在洛杉矶,加拿大。 我很喜欢大城市忙碌的布调。在那里,大城市有很多好望的地方。 那里也有很多人会说英文。如果我有一个问题,我可以找到一个说英文的人帮我。 可是大城市有很多问题。太敲,人太多,东西太贵了,也没有很美的地方。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去西传,西传成都工作。我很喜欢西传的生活,很舒服。 人们每天都去茶馆聊天。我很喜欢成都茶文化。我也很喜欢吃西传台。比如说,麻布豆腐,火锅,马拉西辣虾。 西传也有很多好漂亮的地方。听说酒菜沟,风景如画。 其实,本来我去年我去酒菜沟,可是西传有很大的地坚。太太悲惨。 所以,明年我要去西传。所以,明年我要去西传帮助那儿的经济。 所以这是我的新的打算。先去大城市工作,然后去西传旅游。 你们追的我,GV,怎么样?谢谢。